一个新手朋友退回来一个大白纱弹弓 他退回的原因是 不能像我视频中一样 穿透红牛罐子 这也是很多朋友 想知道的原因 拿了这个弹弓以后 他直接把我原配的皮筋扔掉了 而是换上了他所谓的超大力皮筋 他实际上准备好的超大力皮筋 这就是他准备的皮筋 我看了一下 他买的还是这种 他买的还是这种130的 130的这个大白纱 非常宽的衬头 可以装30的宽头 这家伙退回来 这螺丝没有给我 他把螺丝搞没了 我才注意到 我才注意到这螺丝都没有给我 别弄哪去了 那我这个工 还好我还可以配上螺丝 重要的是他为什么没有穿红牛的 这是他准备的所谓的超大力皮筋 我仔细看了一下 哇 看这厚度 吓死人 最少是1.0以上 最少是1.0以上的这个扁皮筋 而我还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厚的扁皮筋 宽度也用的是30 他能装的最大的宽度 但他短拉锯 可以说这个朋友 和很多信手朋友一样 对这个威力有些误解 使用这么厚的皮筋 打的却是8毫米钢柱 穿透红牛罐 对于一些老手来说 自然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了 没法穿透 像我完工这么多年 我还从来没有用过1.0的皮筋 这个厚度的皮筋 按说你必须要打 最少要打11毫米的钢柱 而且就算11毫米的钢柱 也穿不了红牛罐了 也穿不了红牛罐 因为它这个动能虽然大 但是体积 钢柱体积特别大 清测力不行 你可以用长拉试试 但是也比较够呛 想要穿红牛罐 对穿红牛罐 那你必须使用 比较轻薄的皮筋 这才是正确知己 普雷萨斯 0.55皮筋 厚度 只有这个皮筋的 一半都不止 我估计一半都不止 可能三分之一厚 这看起来不止1.0 这是长垃圾 这是短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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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 这是0.45的 更薄 对穿红牛罐什么的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穿衣面没有问题 因为这是短垃圾 穿衣面肯定没有问题 想要对穿的话 肯定要长垃圾 我们把它装上 哎呀 这家伙 这大白砂弹弓 一直是我们一款最好的高砖弓 而且非常低调 全钛合金啊 全钛合金 它特点是一个针尖苗 针尖苗可以代替它的外部的主苗 当然它也可以装上主苗 我从来不装而已 针尖 可以调节到合适的位置 给你指示目标 好 我装上了一副0.45的短垃圾皮筋 我们去放凉泡 0.45的皮筋 我来打击7.5毫米的钢筑 应该非常合适的 像这个配置 穿这个红牛是没问题的 当然我今天不想试 太热了 特工主要特点在于它的精度 超高的精度 它的精度 一般人看起来是不能理解的 因为它打起来 当然你要有一定的技术 通过你的技术 再通过这个工的装备的精度 打起来精度 可以让人无法想象 打点东西啊 顶级的弹工又来挑战顶级的目标物 这是冰糖颗粒 冰糖颗粒 小冰糖颗粒 要打中它 没一般的水平是不行的 光有水平还不行 一般的弹工还有一点误差 要非常高级的弹工 大白砂 这款130大白砂 挑战一下 十米外打击这个冰糖 好开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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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在这里放了一个小木枝 小木枝 接下来我要使用这个大白刹 130大白刹弹弓 给这个木枝 小木枝 进行分段打击 给它切成很多段 就像切黄瓜一样 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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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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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司首选 好了朋友们下期视频再见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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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